好,我们看奎厄的重颂 就把前面的乔臣儒的授记 跟五百弟子的授记做一个重颂 看经文 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乔臣儒的德记 乔臣儒的德记当中有三段 先看第一个他的佛名是怎么来的 乔臣儒比丘在未来世当中 要清静十方诸佛 也要广度无量众生 历经的种种的阿征集结的时间 才能够成就正等正绝 成就应生佛 那么他应生佛有什么特色呢 三个特色 第一个 长放大光明 记住诸神通 这个身相放光 这个跟禅定神通有关系的 第二个 明文片十方 一切之所尽 那么他能够视线 因为他因地的时候 视线生文像 祝佛转法轮 所以他成佛的时候 名称普文 受到大家的恭敬 第三个 常说无上道 顾号为普明 常言说大圣法 所以这尊佛文 记住三等光明 包括外相的光明 包括内在的光明 这个讲到佛名的由来 这下看他的眷属 看眷属 其国土清静 菩萨皆勇盟 先生妙楼阁 由诸十方国 以无上共聚 奉献与诸佛 做事供养以 心怀大欢喜 须遇还禀国 有如是神力 那么 建属 这个跟国土是放在一起 国土是清静的 这个大地只要是清静 这个地方只要没有泥土污泥 是流离地 那这个国土基本上 就是净土的 不可能是晦土的 这个大地是个指标 菩萨皆勇盟 这正是说明他的眷属 菩萨都勇盟修学 禅定智慧 那么他住的地方 咸神妙楼阁 一般的净土 他是方便友谊土 实报状元土 就不解释了 因为不是意境 一般我们会介绍 方便友谊土 方便友谊土就是 人跟天 他没有善恶道 人就住在地上的楼阁 天就住在空中的楼阁 菩萨由主十方国 这个菩萨有神族通 以殊胜的供养的资据 来供养十方诸佛 供养以后 心怀以大欢喜 而且能够吸以还本国 有如是的神通力 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菩萨的神通力 神通力 好 我们看最后的寿命 佛兽六万节 正法驻备兽 向法复备事 法灭天人忧 看他的佛兽跟法运 那么这个普明佛 这一期的印花生的寿命 有多久呢 六万节 这时间算很长 当然你如果是方便友谊土的 声闻人阿罗汉或者死报状元土的 你倾听十方诸佛 这个寿命对他来说不算个事 因为你这个国土结束的 他随时可以随便往生到其他国土 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说 这个寿命很重要 因为凡夫从生死业力的凡夫 要到一个净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说明拉长一点 正法驻世备寿 就是十二万节 向法又各备寿 被向法二十四万节 法灭天人忧 等到向法过去 到末法 末法结束以后 那这个事件就庆祝黑暗时代了 人天重减少 善恶道增长 这一尊佛的印化 就全部法印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普弥佛结束以后 他要去重新的发愿 去创造另一个印尊佛 那么这段是讲到 乔神儒的授记的情况 再看五百地址的德记 看经文 那么前面讲到 乔神儒尊者的授记 这一家讲到五百地址的授记 那么佛陀说 五百地址在未来世当中 也是当作佛 那么他的佛号 也是跟乔神儒尊者一样 都叫普明 而且这五百地址 更文明的地方 叫做转世而授记 就是前前给后后授记 那么怎么个授记法呢 佛陀说 比方说 我灭肚之后 摩甲当作佛 那么其所化的世间 一如我今日 跟我的情况完全一样 包括佛名 国土 建属都一样 国土的庄严 还有这个菩萨的 佛菩萨的神通力等等 乃至于政法 项法 受命 这个法印受命 完全一样 这个地方也不可思议 包括五百地址 包括千二百地址 为了成佛以后 同一个国民 同一个眷属 乃至于同一个受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 生门地址的修学是比较单纯的 他都发了愿 就每一个人发 因为你一个国土 是同愿同行 所以这个五百地址 包括后面的千二百地址 首发的愿都一致 我们看这个菩萨成就出地以后的方便道 有两种迹象客气 第一种就是 他后面的方便道 他有固定的模式 你看 佛罗那尊者 他九十亿诸佛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现身文像说法 九十亿诸佛 罗和罗尊者 在后面的受学无邪人祭品 罗和罗尊者 他成就出地以后 他要成就佛道 他也只做一件事 他发言 他经常做三世诸佛的长子 你只要有佛诸事 我就做你的长子 深深深深深就做这一件事情 但是你看释迦牟尼佛本神经 他就比较多演化 释迦牟尼佛有时候做国王 做一切失亡 再做大副长者 他做兔王 做鹿王 做蛇王 各种象状都现 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印第发的愿不一样 就是有些人他发的也很单纯 他今生发这个愿 来世也发这个愿 他就遵循固定的模式 在创造他的应生佛 有些人的模式是多元化的 那么这个就是 反正应生佛就是你发什么愿 你修什么行 他未来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出来 好我们看子二的通授 总授一切生文记 看经文 那么前面授完了五百地址以后 那么佛陀就要为五百地址以外的授记 说 加赛努一之 在座的五百地址 成就大阿罗汉的新自在者 乃至遗诸生文众 一千两百个地址 扣掉前面五百地址 就剩下的七百个常随众 这些人 有些在 有些是不在 不在场 那么佛陀说 如果是不在场的 你带我来跟他们宣说 他们未来的臣佛 亦复当如是 就是也是一样 法号叫普明 那么国土建树 法印寿命 完全一样 佛陀大师说 就这个生文人跟菩萨是不一样 虽然三圣共作卸脱床 三圣人进入涅槃的时候 成就 我空了分断生死的时候 真理是一样的 他们的叛教完全一样 就是以无 因为叛教是根据无威法 但是他的全法方便法门不一样 菩萨重智慧 菩萨一般会广学多文 成就变才 生文人他不广学 他修禅定 他四修墙 所以你看他未来成佛的时候 一般生文人的国土里面 他会有很多的神通禅定的现象出现 这跟他因地有关系 因地的愿望有关系 但是你看释迦摩尼佛就不一样 释迦摩尼佛你看佛陀的介力里面 佛陀是严格不准许弟子们随便显神通的 除了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目见的尊者 因为他比较知道分寸 就是你没有立他的因言 你显神通 佛陀是要喝者的 乃至于你是阿罗汉 也是要喝者的 但是你看有的国土 它是开放你 你可以显神通 由诸实方国 供养诸佛 然后放大光明等等 这个就是不太一样了 就是每一个国土的因地 发的愿不同 他召感的眷属不同 他们所耗耀的法门也有所不同 当然方便到 就是成熟众生状元俊徒 每一个人 他就说 反正你射手你有缘的众生 他射手他有缘的众生 那么十方诸佛 就是个人射受个人的因言 好 好 好